哥 啊 给我拿五百块钱 我想请同学吃饭 行 那 六百 请同学吃点好的 知道了 哥 我先走了 哥 给我拿三千块钱呗 我昨天刚给完你六百 今天又用 哎呀 我的手机太卡了 我想翻个新的 你一个上学的学生 得用多好力手机啊 哎呀 哥 谢谢哥 还是哥疼我 走了 哥 说吧 这次要多少 还是你当节目 这次要五千 不是我说你啊 你一个学生 三天两头要钱也就算了 怎么还越要越多了呢 哎呀 哥 你就别啰嗦了 我那都是正事 快给我吧 哎 不能乱话啊 哎呀 知道了 哥 梁哥 哎 小颜 您 您还记得我呀 记得 你不是我妹同学吗 你找她是吧 等会儿啊 我给你打电话 哎 别 我是来找您的 这是紫衣给我的 您千万别误会的 其实她借钱 都是为了我 傻闺女 我的妹妹 我能不了业吗 小颜 我一定不会让你退学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一定不会让你退学的 钱的事 我们一起想办法啊 爸 您别担心 我已经申请退学了 不管怎么样 您的病必须得治啊 小颜 你爸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人 把医药费送过去了 你赶紧回学校 好好学习 不要有任何负担 记住哥一句话 千万不要因为眼前的困难 而放弃自己的学业 因为最有可能 会是你一生的遗憾 嗯 我知道了 哥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好 我相信你 加油 另一个人 总是用尽方式 给我们考验 请不要轻言放弃 因为总会有一束光 照进现实